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理的能力 连泡面都不会泡 又还在急需要被父母看顾的年纪 自律性不够 在国外学校又语言不通 功课跟不上 受到同学欺负 也不知道该怎样找帮助 后来实在待不下去 必须回国 回国之后呢 还非常埋怨父母 为什么把他一个人扔到国外 父母呢 也是责怪这孩子说 你自己不成才不努力 结果搞到现在啊 亲子关系也破裂了 家里成天鸡飞狗跳的 另外呢 还有一家呀 是小孩子出国了 那父母当中呢 就有一方出去陪读 就是免得孩子出事嘛 结果是留在国内的另一半出了事了 有了外遇 当父母的固然很痛苦 天天吵架 孩子呢 也变得无心学习 小小年纪就要面对很多 他理解不来也处理不来的 大人世界的问题 我在这里说这些呢 也不是要给家里送小孩去国外留学的泼冷水 只是觉得啊 原来这件事情呢 绝对不像我以前认为的那样的浪漫和简单 家长和孩子都要做好很多心理上和生活上的预备 在国内也好 国外也好 生活和学习都是很现实的 做好准备的才有可能有好结果 另外呢 也不要跟风 就叫小孩呢 随便就去当小游学生 最好呢 是多方打听好情况再做决定 毕竟呢 这件事情呢 很可能不止影响到孩子 还包括全家的将来 真言二十四章第六节说 你去打仗 要凭智谋 谋事众多 人便得胜 在送孩子出国留学的事上呢 应该也是同样的道理吧 没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